这回咱们就再来看一下对于这些连续值 比如说年龄这个属性 它对我们的结果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里首先咱们来想 连续值我们是不是能利用信息就更多了 因为我们去好统计一些值了 比如说我统计一下它的最大值 它的最小值 它的平均值 它的中位数 这些都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在这个Pandas当中 如果说我们想用这些属性的话 直接指定到对应的DataFame 指定一个列名 再点一下当前你要做的一个统计量 接下来它就会帮我们把这些值打印出来 咱们来看一下 统计了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最大值 最小值 还有它的一个平均值 咱们来看一下结果 结果当中最大值是80岁 然后最小值是0.42岁 这个0.42岁大概是0.42乘以12 大概是5个月那样 你看就是来这个Tan at 0号顶上 5个月就来了 应该就是刚出生 然后带着来Tan at 0号 然后来玩这么一圈 然后咱们来看 就是平均年龄大概是29岁 平均年龄也不是特别大的 这个岁数 那接下来咱们就是对于这样的信息 统计的量来说都是不那么直观 我们观察一些指标 最好的情况下 还是能把这些指标给它画出来 在这里啊 就是还是画这样一个图 一行两列的 FillSize等于188的一个图 第一个图呢 咱们先来看这个图吧 这个图看起来像什么 感觉蛮奇怪的 然后这种东西啊 我们管它叫做一个Warning Plot 在这个Siburn当中啊 就是Siburn.Warning Plot 里边呢传进来两个名字啊 就是一个是咱们的啊 就是你要指定的是画什么样的一个指标 然后呢 这个就是你的统计 就是统计什么样的一个量 然后Dedit Frame传进来 然后接下来咱们就来画这样一个图就可以了 Warning Plot 我们一般管它叫做一个小低琴图啊 反正翻一块名字啊是这个 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给它提个名字 这也可以 反正呢 因为名大家不要变就可以了 因为因为名 你要在API当中啊 进行一个调用的 那首先啊 咱们来看就是 我的一个P Plus的一个等级 传仓等级啊 和年龄的一个分布之间的一个关系 以及呢 还有最终获用获救啊 咱们来看啊 就是说 一等舱呈现出来这样的规律 一等舱 二等舱 三等舱不太一样 在这个年龄分布当中 一等舱它的年龄偏大一些啊 就是 你看没被获救的和获救的 它这个0啊 代表这个没被获救嘛 一是获救了 这两个指标 它都是偏大一些吧 那我们可能得出来这样一个量 就是 对于一等舱来说 本身传票价格比较贵 来的人啊 都是 可能是一些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这些人啊 应该都打拼了很多年啊 年龄相对情况下都比较大 没被救的比较大 获救的也比较大 但是呢 就是没被救的啊 就是可能有这样一个趋势啊 就是你看 没被救的大概都是40多岁 被救的呢 大概都是30多岁 可能啊 在这个一等舱里边啊 稍微年轻一些 没准 被获救的几率还会大一些的 那对于这个二等舱来说呢 平年龄大概 不是平年龄吧 最多年龄 大概是20多岁 然后呢 被获救最多的啊 刚才这是没被获救的 是20多岁 被获救的 大概是那么30岁 二等舱和一等舱还不太一样 获救的年龄啊 还稍大那么两岁 没获救年龄啊 稍小那么两岁 这个就是二等舱啊 它之间的一个规律 然后呢 这个三等舱 这个三等舱来说啊 就是 嗯 我们来看 它的二等舱是差不多的 也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 这个就是说 对于三个不同的一个舱位的等级来说呀 嗯 它对最终的结果产生的影响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右边吧 右边什么 右边就是说 嗯 刚才咱们只是分开啊 就是看了一下舱位的一个等级 然后跟年龄 它之间一个分布 那这一回我们要看什么 年龄是不是跟性别有关系啊 咱们再来看 嗯 左边这个是一个男性的 右边这个是女性的 然后呢 嗯 在这里我们来看年龄的一个分布啊 对于男性来说 年龄的分布可能二十多岁比较多 然后呢 嗯 二十多岁是比较多的 这是对于美旧的 然后对于旧的是三来岁比较多的 跟这个二等舱三等舱 呈现出来的分布的一个规律啊 是差不多的 然后呢 这里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 你看他这个获救的 应该是小于这个没获救的吧 没获救人啊 应该是偏多一些的 这个是在我们的 这个右边 左边图当中 看到这个信息 那在右边这个图当中啊 他就出现另外一种情势 对于这个女性来说啊 嗯 他获救的一个人数 要比没获救的多一些吧 而且呢 年龄啊也是会偏大一些的 这是整体出现的趋势是 偏大一点年龄 然后呢 女性啊 又比男性 获救的多 这个呢 就是我们对于年龄这个特性啊 看了两个图 一个呢 是对于不同的三个穿舱等级啊 它的一个年龄分布 第二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性别啊 和年龄之间的一个关系 对于最终啊 获救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啊 也得出来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信息啊 嗯 十岁以下的一个儿童啊 随着存 就是存活率啊 存着一个数量增加而增加的 十岁以下 咱们来看 这是十岁以下 不同的一个十岁以下 咱们来看 嗯 获救的 是不是呈现出来的一个趋势 是增多的一个趋势啊 这是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个趋势 而且呢 是随着年龄增大 而增大的吧 太小的 还真不行 然后随着增大啊 它也是增大了 这样的样子 然后呢 生存啊 就是20到50岁 你看20到50岁 它是中间这个比较峰值多的 不是峰值多 就人数多的一些区间吧 你看20到50 可能20以下 50以上 它的人数就明显减少了吧 随着咱们这个 就是 你看 就是随 咱们就来看减小的一个浮动的一个趋势吧 减小浮动还是比较大的 这也因为 那个 年龄多少人比较少 可能这个减小啊 也是比较大的 然后对于男性来说呢 随着 随着这个年龄增长 或者几率 偏低一些 是吧 这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一个区别 然后下面 咱们还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啊 咱们之前说那个年龄的时候啊 那个数据我就不再拿出来看了 说那个年龄的时候啊 咱们遇到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说我年龄里边 它有一个缺失值啊 那这里啊 咱再来单独的说一说 对于这个缺失值啊 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处理啊 处理这个缺失值这个问题 要填充这个缺失值啊 咱们还得想一些招 首先咱们就要看吧 大概是有几下几种啊 平均值 经验值 回复模型 还有剃除掉 先看哪一个呢 先看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比较狠啊 什么叫剃除掉啊 就是说 现在你的这个缺失值啊 特别特别多 多到了你都忍不了 那什么才叫做忍不了啊 就是说这个值 比如说 一共你才有一万个样本 在这一万个样本当中啊 你的缺失值有多少个 你的缺失值干到了三四千个 多余了百分之三十 那这个时候可能四千多个啊 这个时候我们认为缺的实在是太多了 这么多缺失值啊 我贴也不好贴 用也不太好用 所以说呢 干脆就给它剃除掉 我说这个百分之三十啊 只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值 嗯 这个还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定义的 还是需要大家看一下你的一个实际的问题 你觉得这个东西 哎 实在是太多了啊 我这个留不了了 咱们就给它剃除掉 这也可以的 然后呢 这是剃除掉啊 这比较简单 直接给它删掉 就完事了 然后更常见的 咱们都是用一些统计上的数字来进行填充 比如说我现在用一个均值 用一个中位数 这都可以吧 在这个年龄当中啊 比如说我该算了一下 平均那个年龄啊 大概是那么29岁 那我就拿这个29岁来进行填充 可不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这是咱们最常见的手段 哪些值比较平均 哪些值比较多 我就拿哪个值啊 来进行填充 这个呢 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手法 拿平均值进行填充 然后还有什么啊 还有这是一个经验值 经验值这个东西啊 只是这么一说啊 并不是每个问题都适用的 比如说对于这个泰带零号来说 哎我就专门特别了解这个领域 我就知道哎呀 大概年龄都是三十来岁的 所以说拿三十来岁去贴啊 没啥太大问题 然后就选一个值来去填充了 这个是一个经验值 但是呢 经验值啊 肯定在对于大家来说 是不太靠谱的吧 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的经验 那个问题 还有那个问题的经验 那经验值来填充啊 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最好啊 还是自己先来做一些实验 在数据当中啊 看一下什么样的值 填充啊是最合适的 那其实 你说这个 填充的确实值啊 会对我结果产生什么影响啊 我不用这些数据 剔除掉不完事了吗 那其实啊 是这样一个事 就是我们之后啊 可能要建立一个模型 建立一个模型 比如说建立一个预测模型 去预测一下 最终啊哪些人可能会被获救 哪些人他就不能被获救 预测模型是我们一会儿想去做的一件事 那在这个模型当中啊 我们有这样一种考虑 就是数据越多 能够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啊 也是越多的 所以说呢 我需要尽可能多的把这个数据量给填充起来 那这个时候你说有缺失值可以吗 有缺失值啊就不行了 我要利用这个信息啊 这个每个样本当中 每一列的信息 我都要给它利用上 所以说呢 不管哪块有缺失值 我们首先在进行数据处理工程当中啊 都需要第一步 先把缺失值给它填充掉 不填充缺失值可以吗 可能啊 大家在用一些软件 或者说在用一些工具包的时候啊 发现一些事就是 哎我不填充缺失值 也没有问题啊 照样能得出一个结果啊 但实际啊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你程序域的执行的一个底层 肯定都是代码一行一行去执行的 在执行过程当中啊 它如果说遇到了一个缺失值 在这个Pandas当中啊 它是这么表示缺失值 AN not a number 是AN的一个缩写 那对于这样值来说啊 它首先不认识 计算机只认识数字 空值它是不认识的 有一些软件 有一些工具包啊 它会自动的帮你进行一个处理 比如说 它就拿一些平均值 就拿一些中位值来进行填充 这啊 这些啊 都是它已经内部做好的一个判断的机制了 但是你说 你按照人界这种流程去做 咱们好去分析吗 我们就不太好分析了吧 因为你不知道 按照什么样的东西去填充 它效果能最好 所以说啊 在这里 我们最好的一种方式啊 就是 还是自己先进行一个确实值的填充的